你喜欢叶轩 你喜欢叶轩 我 顾公子不要胡说 这怎么是胡说呢 我要是胡说 你紧张什么呀 顾公子 我虽然出身不宜珊瑚 但也是清白正经人家的闺秀 顾公子自是富贵破天 与我有云女之别 又何必这般羞辱 我这可不是羞辱你 我 我是诚心地想问你 为什么喜欢叶轩 你 这整个扬州城的闺秀 都想嫁给叶轩 我就不明白了 这叶轩到底有什么好呢 你就说说嘛 这眼光差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顾公主 是不是不想把胡丑还给我 你要是回答我 给出遗迹 时间我都给你 顾公子 求你高抬跪手 行吧 你那壶酒 昨日我给别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给别人了 那人呢 那我怎么知道 不就是一件衣裳吗 再买一件 拿着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 傅公子 你不是想知道叶大公子 比你好在哪儿吗 我告诉你 他做人光明磊落 知书达理 还有 有你这种无赖小人的颤托 不是 你凭什么拉叶轩 数了我呀 我终于知道你名声 为什么这么坏了 你出身富贵 又浪荡荒唐 像个温神一样 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 我们走